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日平安 上一次正道 讲到从神的怜悯 到神的旨意 我们基督徒被呼召 以身体作为活祭 来敬拜神 靠着圣灵心意更新 来行神的旨意 而且要凭着信心 来过教会的生活 可见这福音的呼召 是需要我们 以身和心来回应它的 而且这呼召不只是 给我们一个单个的基督徒 也是给整体的 神的教会的 因为神的心意 正是在教会显明出来 神正是要借着 他地上的教会 来让地上的教会 去行他在天上的旨意 在上一次正道的 最后一部分 我讲到说 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 它有众多的肢体构成 而不同的肢体呢 在基督这一个身体当中 互作肢体 而且不同的肢体 有着不同的属灵恩赐 不同的恩赐 彼此配搭 一同来建造 同一个身体 有意思的是 保罗他在罗马书 教导完属灵恩赐之后 马上就来讲基督徒的爱 我记得几年前 我在讲到 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 哥林多前书的安排 跟罗马书的安排 是一样的 同样他在哥林多前书 讲完十二章 然后讲什么 十三章 就讲完属灵恩赐 马上就来讲爱 在罗马书的安排 也是如此 前面讲完属灵恩赐 再接着 就是来讲爱 大家有没有想过 圣经这样的编排 它的目的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 属灵的功课 在其中呢 其实圣经 不只是通过内容 来告诉我们 圣经也是通过 它的结构 来告诉我们 一些很重要的 属灵的功课 很重要的就是说 在教会当中 恩赐的运用 不应当脱离爱 如果一个教会 只是高举恩赐能力 而忽略爱的话 你会看到 这个教会带来的 不见得是建造 而是混乱 哥林多的教会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我今天正到的内容 是真实之爱 这个可以作为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爱的诵歌的 一个姊妹篇 这是爱的姊妹篇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 经文在罗马书 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横切 圣徒缺乏 要帮补 客要一味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咒诅 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扶救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弱势能行 总要尽力 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 若饿了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慎 反要以善甚恶 我们一起祷告 父啊 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你将你的话语赐下 就如高天的雨雪降临在大地 它必不突然返回 反是要生充无骨 也愿我们的心成为那土地 你的话语浇灌其上的时候 也让我们的生命 来结出圣灵的果子 也求你 引导我们来进入你的真理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爱是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希腊文的话 至少有一个词你应该知道 阿嘎培 这大概是我们基督徒可能知道 可能知道最熟的一个希腊文 我们教会也有小组叫阿嘎培 有意思的是 在圣经 就是圣经同时期 就是在耶稣的时代 这个阿嘎培 它作为爱 在同时期的希腊文献当中 却很少被使用 但是它在圣经当中 却大量地出现 新约圣经就出现了120次 而在保罗的书献当中 就有75次之多 这当然不是说希腊人 他们没有爱的概念 而是他们更多使用其他的词 比方说 phileia eros 就是这些其他的词来表达 表示情欲之爱 或者是亲情之爱 表达一般的爱 也就是说 尽管这个爱 它不是基督教独有的观念 但是 圣经提出的 特别是保罗 它提出的这种 阿嘎培式的爱 这种圣爱 却是基督徒 却是圣经 却是基督教信仰 它的独特的 独特之处 而且这种阿嘎培的爱 也是 因着新约的成书 因着教会的心声 才得以广传的 那什么是阿嘎培式的爱 我们这个时代 可能这个爱被 基本上都被说烂的 你到处听到的都是爱 但是圣经它讲的 这个阿嘎培式的爱 它有何特殊之处 保罗它在罗马书当中 它的用法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回到 前面的一些经文 罗马书五章五节说 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中 五章八节说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又到八章 二十八三十九节说 那里面讲到 没有任何的事 任何的物 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 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 隔绝 你会注意到 在前面 就是整个罗马书 保罗他对爱的使用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他提到了这种爱 是从神来的爱 这种爱它是神主动的 而且是无条件的 因为里面讲到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 而且神 他以什么显明他的爱呢 他以基督的死 以基督的牺牲 向我们显明了 不仅如此 而且这里面特别强调说 这种爱是借着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 我们心中的 我们看到这种爱 是三一世的爱 是从神而来的 那主动的 无条件的爱 是借着救主的牺牲 借着十字架 得以彰显 而且是由圣灵 将这种我们测不透的爱 浇灌在我们里面 这是讲到的爱 这个是阿嘎佩时代 而且这种爱 牢牢地将神 跟我们信徒 来拴在一起 就是神用他的磁绳 爱锁 把我们拉到他的身边 而这种爱的用法呢 它不仅是神 或者基督 或者圣灵 对人 它也用于 我们信徒 就是认识神的爱的人 对神爱的一个回应 就是我们也可以爱神 在八章二十八节说 我们都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什么 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 可见这里面讲到了这个爱 这种神圣之爱 它可以用于 神对人 它也可以用于 人对神 人对神是基于神对人 是一个回应式的爱 而且这个爱 还可以推广至 人对人 大家看到了 这个爱的用法 那稍微总结一下 什么是阿嘎佩时代 什么是神圣之爱 这种爱是对于 或者是讲到我们基督 是对神的爱的一种回应 是回应神的爱 它是回应式的爱 同时这个爱呢 它是有形状的 真爱的形状是十字架 它是个crucive form 是一个十字架 为形状的一个爱 同时这个爱 是离不开圣灵的 你会发现这种爱 不仅我们需要圣灵 能够明白 能够经历到这种神的爱 我们想要活出这种爱 也是离不开圣灵的 因为发现 我们经常说爱不出来 爱不出来 我们人真的爱不出来 因为这里面讲到的 这种神圣爱 从来就不是人自己 可以活出来的 它是需要圣灵的 我们看到这种爱 是三一式的 是回应式的 是以十架为形状的 是离不开圣灵的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就是真实之爱 首先 我们来从七个方面来看 这什么是真实之爱 也就是说真实之爱的特质 我称之为 真爱的七种颜色 红橙黄绿蓝定子 我用七色来去 来描述这个真爱的特质 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真爱的范畴 因为你会看到 圣经它教导的爱 不只是你去爱那些 爱你的人 圣经的爱它是超越了这个教会 不只是在教会弟兄姊妹之间 它也是在教会之外 甚至去爱那些仇恨我们 逼迫我们 甚至敌对我们的 这是讲到的一个完全之爱 那么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 就是真爱的七种颜色 这里面圣经一开始说 爱人不可虚假 爱人不可虚假 也就是说爱是不虚假的 是不能假冒为善的 这里面其实它用的是一个假冒为善 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呢 它在原文它讲的是 就是说是一个戏剧演员 他们的一个角色的扮演 也就是在一个剧场上 那个演员他要去演戏 他需要戴上特定的面具 来去适合这个场合 来去扮演出他的角色 那他在这个台上 留给人的这个印象 其实跟这个演员本身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讲到的这个假冒为善 但是这里面圣经说 真实之爱是不能虚假的 是不能有假冒为善的 我看了一个调查 2022年 IS SOS 它叫做全球市场研究 及公众意见 就是这个专门做调查的一个公司 它受美国圣工会委托 来做了一个 由3000多人的成人 参加的一个问卷调查 其中50%的人 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他们问到了其中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们对美国基督徒的印象是什么 其中55%的人认为 假冒为善 当然我不是说 它这个描述不见得是 完全准确地描述 就是基督徒的真实的光景 但至少显示了 就是基督徒在我们的不幸的邻居 和整个美国社会当中 所留下的一个印象 这个让我们汗颜的同时 其实也要我们去反思 我们到底从哪里失落了 神给我们这种爱的呼召 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做出调整 以能够回应神 对我们这种爱的呼召 我们需要回到圣经 来重新审视 这真爱的特质有哪些 真爱有哪七种颜色 我们下面就一一来看 第一个就是真爱需要真理 真爱需要真理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第一点就是讲到 真爱是一定有道德性的 它必须是在真理的范畴当中 它才能称之为爱 如果没有善恶之分的爱 不能算是真爱 而脱离了真理的范畴之爱 也不能称之为爱 我们知道在罗马书 第一章讲到 就是人当人离开神 和他的真理 当人自行决定去爱什么 如何爱 你会发现通常出现的一个结果是 我们通常以爱的名义出发 却带来出很多的恶果 而这样的爱 离开了启示之光的爱 其实常常是扭曲的 有人这样形容我们这个时代说 我们这个时代就好像 漂浮在汪洋的这个爱的海洋上 却找不到一瓢干净的饮用水 我们这个时代是以反权威 以自我来决定一切的 这样的一个后现代 我们其实比任何的时代 都需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让启示的真理来光照我们 来重建我们自以为是的标准 来重新来活出圣经 给我们的护照 就是基督的爱 在这个社会当中 你会听到一些口号 其中 这应该不是最近几年了 应该这几十年最流行的 一个口号是什么 Love wins 大家听过吗 爱赢得一切 可是当 什么书论呢 爱真的可以赢得一切吗 当这种以牺牲真理为代价的爱 他在被社会当中广为接受的时候 他真的是对这个社会 对于个人 对于家庭是有意义的吗 特别是这几十年 你会看到 这个LGBT这个运动 童韵 在西方社会 不仅在西方社会 包括在东亚 也是方性为爱 那在美国 这个不仅在社会当中被推崇 而且为同性婚姻来立法 你如果看人类的历史 你找不到任何一个 推崇同性恋文化的 它是能够持续发展的 我们基督徒被呼召 像主一样去爱罪人 但是我们不应当 以牺牲真理为代价 去认同这种有为 圣经真理的这种做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基督徒自己也要省思 因为我们不仅 恶要厌恶 善呢 要亲近 我们也要省思 那我们基督徒 我们教会当中 我们的婚姻状况如何 我们的家庭有见证吗 我读到相关的一些书籍 包括研究报告 我注意到 很多的同性恋者 其实他们不少都是 甚至是在教会长大的 他们出自很多 很破碎的家庭 很多他们父亲 或者母亲的这种缺位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 神对于婚姻 对于家庭的教导 这个时代教会 我们基督的家庭 不是更需要来活出这种 荣耀神的见证吗 也就是说 在我们在厌恶 罪恶的同时 我们必须去竭力地 去行出善 否则的话 也难怪这个社会 会给我们 教会在这个社会当中 会留下一种论断 一种假冒为善的 这样的一种印象 这第一个方面 就是真爱 是需要真理的 第二个方面 真爱在于爱具体的人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 不用说的 可是有的人爱 他只是爱爱的本身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有的人爱 他只是爱爱的本身 这里面说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这里面就是把这种圣爱 来应用在教会当中 弟兄姊妹之间 要弟兄姊妹之间 彼此相爱 不过这里面的爱 它用的不是Agape 它用的是什么 Philadelphia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城市 叫Philadelphia 这个是讲到了兄弟之爱 这里面将一个家庭的兄弟之爱 用在教会当中 这是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神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天父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彼此是弟兄姊妹 我们之间的爱 其实是一种兄弟姊妹的爱 我来问大家 你觉得爱神容易呢 还是爱人容易呢 这个问题有点tricky 神是那样的圣洁 没有任何的瑕疵 满有怜悯 又不轻易发怒 而我们的人呢 大家都笑了 都不愿意说 但是圣经很清楚地说 如果我们不能爱 那看得见的弟兄和姐妹 我们就不能爱 那看得见的神 这里面提醒我们要爱 弟兄姊妹 其实提醒我们 我们不能只是爱爱的 这种爱的观念 我们不能只爱真理 我们需要爱你身边的 某某弟兄 某某姐妹 你小组的 你的团契当中的 你的同工 爱是需要落实到 具体的人的 因为只有你通过 这种直体相爱的时候 你才证明了 你是一个在行真理的人 也就是说 爱不能只爱爱的 这种观念 爱也不能只爱真理 爱必须爱到 具体的人 爱到我们教会当中 你看得见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 真爱需要千功待人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这个一条是讲到 真爱的姿态 我们中国古人尚有 不识节来之时的 这个传统 我们知道如果 当我们以高傲的姿态 来表达所谓的爱的话 你会发现 是让人很不舒服的 甚至是难堪的 他感受到的绝不是爱 那在希腊罗马社会 它通常是一个 有点像华人的社会 它是一个 honor and shame 它是特别强调 这个恥的 容恥的这样的一个 观念的一个社会 人们通常怎么做呢 通常为他人 或者社会做一些善事 来为自己汲取这个荣耀 就是honor 也就是说他 通常他会 比方修路搭桥啊 捐赠一个图书馆啊 捐赠一个剧院啊 然后刻上他的名字啊 同时他帮助一些穷人 让这些人 位于他创造这个政治资本 昨天我一个朋友打电话 他说他去参加一个bunket 一个宴会 我说是什么呀 他说是 他是他的一个朋友 在一个很大的公司 做到一个高管了 他要做什么呢 他需要去资助一个慈善组织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他如果做到很高的level 他不能只在这个career方面成功 他的能力 他需要来在这个社会公益上 这样的话 才让他career升得更高 你明白吗 这是 这是不仅在当时 在我们的社会 也是一个prestworthy 是一个被称赞的一种做法 也就是说 人会通过行一些善事 做一些好事 帮助人 来为什么呀 来为建立自己的honor 但是你会看到 保罗的教导是什么 说你要把honor给对方 不是通过你帮助他 为了来赚取你的honor 是你要把honor给对方 把这种荣耀给对方 我记得在我早年 开始服事的时候 我跟一个弟兄 我们关系非常好 到现在已经十多年 我们是很好的哥们 也是很好的主内的姿体 他当时提醒我 到现在我还记得 他说弟兄啊 我觉得你爱我的时候 你是有目的 我当时听了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就觉得 我为你做这么多 这是怀疑我的动机吗 我后来仔细想他说的 其实有的时候 我也问我自己 我爱人 我的爱是一个手段 还是一个目的 我们自己也可以想想 就是我们做好事 这是我们的目的 还是我们的 是一个手段 如果是个手段的话 你要问 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 我们有的时候 做一些好事 或者甚至是爱 我们只是为了 为自己积攒荣耀 期待对方 给我们更多的回报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笔状大家都算得清 一定会去做的 但是这里面 却提醒我们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因为圣经对我们 有更高的护照 更糟糕 比这个通过做好事 来赚起荣耀 更糟糕的是什么 通过贬损其他人 来增加自己的荣耀 我发现这个是 最让人伤心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为了提高 自己的一个honor 来去shame别人 有的时候 基督徒也会这样做 有的时候 我们去贬低童工 神使用一个童工 我们觉得 你看他肯定是有什么动机 他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你看他做的还不如我呢 我十年前都比他做了好 因为发现这也是 这不是从神来的 不是从圣灵来的 不是圣经的教导 这完全跟被福音更新的人的 一个呼召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圣经 你会看到圣经的教导 其实是有点反文化的 它教导的说 一个被福音更新的人 你是要恭敬待人 彼此推让 把荣耀给对方 你爱人的目的 就是为了爱人 是这个人感受到爱 而不是通过你的爱 来增加你的荣耀 或者你得到更大的利益 就是你要真心地尊容对方 真心地来爱对方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真爱是需要殷勤的 是需要火热的 是需要尾身的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要常常服侍主 这里面其实讲到这三个方面 殷勤 火热 服侍 都是对着三一神的 对着圣父 圣灵和主耶稣来说的 就是殷勤 火热 尾身 我发现这个疫情 除了给我们这个社会 有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个冲击之外 我发现对教会最大的一个冲击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信徒变得冷淡了 我们的灵里面的火 有的时候四面四燃 但是这里面提醒我们说 真爱是要有温度的 不仅有温度 是有热度的 是要有热情的 也就是换句话说 懒惰和冷淡不是真爱的正常状态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习以为常 我们要一起祷告 要一起掺拉着 彼此来鼓励 祷告神 求神再一次点燃我们里面的爱火 重燃我们对主的这种爱火 来走进教堂 来走进弟兄姊妹 来走向我们的社区 我们真的要祷告 我们也相信 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改变 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殷勤 火热 尾声 第四个 第五个 真爱离不开喜乐的盼望 患难中的忍耐 并且恒切祷告 这里面说 指望中要有喜乐 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 我们都是在仰望神荣耀的显现 但是我们在等候神 我们在仰望救主荣耀 显现的时候 我们在等候的时候 我们不是苦哈哈的 不是在一种忍受 而说你可以一种喜乐 来等候 喜乐的盼望 而且我们也知道 在通向这个荣耀之路 它是满的荆棘的 是有很多的苦难的 在过去的几年 我们也注意到 我们的肢体当中 有身体的软弱 也有工作上的困难 也有家庭的不易 包括侍奉上的 艰难 但是神在这当中 都来教导我们 要学习忍耐的功课 因为圣经说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我们何以能够在 盼望中有喜乐 在苦难中 有忍耐 你会发现 这都不是我们自己 可以做到了 这里面说 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就是将我们 无能的我们 与大能的神联系起来 将我们这种软弱 我们的污秽 与这位圣洁 这位怜悯的神 连接起来 我们只有借着祷告 而且是横切地祷告 我们才能 在这个 指望当中游喜乐 在患难当中 有忍耐 除此以外 别无他法 第六个 真爱 也体现在实际 帮助有需要的肢体 圣徒缺乏要帮补 也就是说 我们的爱 是要落实到 弟兄姊妹的 实际需要上的 雅各特别提醒我们说 我们不能对那 缺少日用饮食 等基本需要的 弟兄姊妹说 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愿神祝福你 然后你就能吃得暖 穿得暖 吃得饱 却不给他 身体上的需要 我们既需要 为弟兄姊妹祷告 来鼓励安慰他们 我们也要为他们 提供实际的需要 我特别感谢 主我们教会 有社区关怀 他们有为 新来的 为他们找房子 找医生 包括为他 找到社会上的一些 很多的资源的 一些途径 包括我们教会 也设立了 这个 Binovalence Fund的 爱心基金 在过去我们 救助武汉 包括美国的疫情 包括 我们也为 Morning Star 为一些社会上 特别有需要的人群 给他提供 实际的帮助 我们教会 也设立了 新人关怀团队 更好的帮助新人 不仅融入 这个社区 也帮助他们 来融入教会 也就是说 我们基督徒的爱 需要是 也需要tongible的 需要看得见的 也需要 他们真实地 切实地 关心到 他们的需要 这是第六 第七 真爱 也包括 要接待人 可 要一味地 款待 这个是讲到 Hospitality 接待的服饰 我听到 很多的弟兄姊妹 都跟我讲过 一个非常类似的故事 说我们 作为第一代移民 来美国 来留学的时候 我们是 如何地 被美国的家庭 我们的American parents 我们美国的 就称到我们父母 如何地 把我们接到 他们的家中 逢年过节 他们是如何地 来让我们看到 他们是 他们的家庭 是怎样的 为我们预备的饭食 把我们当成孩子一样 也因为很多人 因为这样的一个 接待的服饰 很多人就来到了教会 就认识了神 我听过太多 这样的故事了 但是 当我们自己安定下来 当我们自己 找到的工作 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们还愿不愿意 敞开我们的家庭 来同样去接待 那些新移民 亲到这边的 一些留学生 一些宣教士 一些远方的客人 think about it 我们想一想 什么是接待 接待的事工 就是说 你把一个客人 到你的家里 把这个客人 因着主的爱 把他转变成 你的家人 转变成神的家人 这个是接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都是 好像我们是 接待了神 但是神 也接待了我们 把我们这些远人 这些客人 外人 转变成神家的人 圣经也说 你怎么不知道 你接待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接待了神的天使呢 所以我也特别地鼓励 我们的弟兄姊妹 不要把你的家 我们的家庭 我知道很多的家庭 基督家都放一个 我和我的家 侍奉耶和华 对吧 从这儿做起 来敞开你的家 去接待人开始 当你会发现 当你敞开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神在你家中的工作 也借着你的家 成为神的家 也让那个人 这个客人到你家里 也成为你的家人 神的家人 这是讲到 真理之爱的七个特质 也是真爱的七种颜色 就是这个真爱 是需要真理的 是弟兄之爱 我放了七个颜色 也是要千功的态度 殷勤侍奉主 喜乐忍耐祷告 接济有需要者 并且要接待他人 如果我们想一想 我们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在这七个方面 都去努力的话 我们就不至于 给这个社会 给这个世界 留下了一个 假冒为善的印象 如果我们真的是 活出这样的话 还有谁会说 我们是假冒为善 是论断的吗 我们不是对爱 说得太多 是我们做得太少了 因为主耶稣说 当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当我们基督徒之间 有这种真实之爱 别人就能看出 你的不一样 就能看到 你身上是有荣的 这种荣耀的 你就能做出 这种有效的见证 但是神圣之爱 阿嘎佩之爱并不止不于此 它不只是在教会之内 它也要越过这个教会 到教会之外 甚至爱那些恨我们的人 就是第二个方面 完全之爱 什么是完全之爱 这个完全之爱的呼召 源自于登山宝训 说你们要完全 因为你们的父是完全的 什么是完全之爱 完全之爱就是体会 天父之心的爱 我们的天父 他叫太阳照好人 也照歹人 完全之爱是效法 圣子基督的爱 圣子他爱罪人 为罪人死 也为罪人代求 因为看到天父的爱 主耶稣的爱 他不只是对义人的 对好人的 他的爱也是对恶人的 也是对不义的人的 因为发现圣经的呼召说 你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也被呼召 我们的爱也当是一个完全的爱 我们的爱不只限于 我们对回应神 不只是对那些可爱的 我们的弟兄姊妹 这种爱也包括 对不信的人 跟我们宗教信仰不一样的人 跟我们的政治观念不一样的人 对你在社会观念不一样的人 尽管你跟他多么的不一样 也包括那些 他仇视你的人 敌对你的人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你才能做天父的儿民 如果我们只爱那些 爱我们的人的话 耶稣怎么说 那税吏 罪人 外邦人 不都能做到吗 因为看到 你们要进入更完全的地步 就是去 达到一个完全之爱的一个境地 如果说前面的爱 爱的七种颜色 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 是在教会之内的话 那么这个完全之爱的呼召 则是在 教会之外 则是在极具挑战的情况下 的一个爱的呼召 那这里面提到的艰难的环境 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逼迫 一个是面对作恶者 还有面对伤害者 我想我们都不陌生 但是耶稣已经早就应许了说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注意这是主耶稣的应许 你一定会有苦难的 他不是说你可能碰上说 你一定会有苦难的 而且这种苦难 他常常是以逼迫 作恶和伤害显示出来的 毋庸置疑 这是他人对我们的犯罪 是不公义的 这有毋庸置疑的 但是面对伤害和不公义 人的自然反应是什么 其实如果你没有诠释 特别是你没有诠释 没有能力 没有机会来反抗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大概 没有办法报复 我们可能会背地咒诅 我们咒诅他出门被车撞 吃口饭被噎着 这大概是我们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你有能力 报复的话 如果你有机会 可以去来报复的呢 我们通常还以公义为借口 实时报复 哪怕以恶报恶 然而神对我们的呼召 是超越了我们人 肉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 他这里面的呼召是 我们不要去咒诅 不要去报复 不要自行申冤 而且还要什么 要祝福 要供给你仇敌的需用 以善来生恶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读到这的时候 会不会变得 觉得不可理议 甚至是愤怒 因为你会发现 这跟我们的本性 是矛盾的 特别是我们 如果你还处在伤害当中 你还处在 比如公义的那种 愤怒当中 甚至是苦毒当中 你会发现 你听到耶稣的这个教导 你是会生气的 你不仅觉得 不能理解你 会是很愤怒的 因为你听起来 好像不可理喻 到底 而且这个是真的可行吗 我们先来看 如果我们不照着 圣经的教导 如果不回应基督的呼召 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什么 如果受害者 都以恶报 恶以报制报的话 会什么 只会产生更多的罪恶 去延伸更大的暴力 这两天 大家都在关注 中东 以色列 当哈马斯 发射了两千个火箭筒 你会看到 以色列政府 一定会有 加倍地报复 给这个巴勒斯坦百姓 你看那些新闻 真的是没有办法 往下面看的 也就是说 以恶制恶 你会发现 它只是生出更多的恶 只会让这个罪恶蔓延 让暴力不断地累加 而且 当一个受害者的灵魂 一旦他选择 做恶报复的话 其实他的灵魂 也就被罪玷污了 他自己也就成了一个 作恶者 尽管他可以有 所谓的正义之名 但是他依然是个作恶者 要阻止罪恶的蔓延 要防止自己的灵魂 不被罪恶玷污 你会发现 你别无选择的 只有一条路 就是要切断 就是不去咒诅 不去报复 不自行申冤 而且神的护照 还有更高的 他不只是停留在 负面的 不做什么 当然 爱是不加害于人 爱不只是我们 不加害于人 爱还有更进一步的护照 是要祝福 是要供应 是要以代之以善 我们想想 你作为 如果你曾经遭受伤害 你不去报复 已经极其痛苦了 你怎么还能做到以善 代之以德抱怨呢 耶稣的应许 除了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他还有另外一个应许 说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耶稣胜世界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说 十字架 耶稣可以说 他是最有权柄的人 他最有能力审判一切的人 他可以灭除一切的罪恶的人 甚至杀掉一切的罪人的人 可是他没有选择这么做 他选择了十字架 他选择了 用自己的牺牲 来去胜这个世界 其实当基督徒被呼召 选择不去加害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在 拥抱主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在耶稣的受苦当中 与基督联合 这就是十字架 他会带来痛苦 他的痛苦不只是主的痛苦 他的痛苦也是当主的门徒 当基督徒选择效法主的时候 你也一定会经历这种痛苦 在这儿表现就是 你不去报复 不去咒诅 这是痛苦 你一定会有痛苦的 但是 无忧十字架才能阻断罪恶 十字架不仅可以阻断罪恶 十字架还是可以 生发力量 它是可以带出能力的 无论是祝福 逼迫者还是供应 你的敌人的虚用 其实我们就是表明 我们是愿意跟随十字架的 我们在承受十字架的痛苦的同时 我们也从十字架得到能力 就是以善甚恶的能力 下面有一个经文 特别的困难 你的仇敌饿了就给它吃 若渴了就给它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到它的头上 下一个slide 什么叫做 把炭火堆到它的头上 是要烧死它吗 有的人会这么理解 或者说那是希望神将来 审判的时候更严重一些吗 那在上个世纪 埃及学家 Morris他的发现 就是在主前 三世纪在孟非斯 这是下一个城市 就是在这种埃及人祭司 他们会要求敌人 会在那个祭坛前 把他的手持 一个手持一个分叉的木棍 然后头上带一个火盆的仪式 就是那种炭火 表示这种真诚的悔改 而这个时候我想正好跟 就是跟耶稣算是同时期了 在那个时候 稍微早一些 很有可能在古近东 他的这个文化的语境当中 这里面应当是表示一个悔改 表示一个 就是说当 你会发现当一个人 他对你作恶的时候 当你不去反应 不去以另外一个恶 报复的时候 这个人是会震惊到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虽然很难以启齿的一个经历 但是为了讲这个方面 我还是想说 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跟一个同学 我们在食堂吃饭 我忘了 我现在都忘了发生了什么了 我当着众到他的那个饭里面 脱脱吗 我一点不觉得 这个是个骄傲的事情 后来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他没有任何的愤怒 也没有做任何事情 他就简单地把他的饭倒了 他又重新盛了一碗 又继续吃 我那个时候 我宁愿他伤我两个耳光 那个事情其实对我很大的一个震撼 当我这样去羞辱一个人的时候 当他选择不去报复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良心会谴责我的 如果我们的基督徒 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 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一个伤害 一个羞辱 如果你选择不去报复 其实它已经足以产生很大的一个力量 如果你选择以善待之 这样的见证其实是有力量的 弟兄姊妹 这个社会需要的是这样的见证 是这样的基督徒能够拥抱十字架 从十字架组织这个罪恶的蔓延 从十字架得这种力量 能够去行出那种善的力量 以善甚恶的力量 当然不是说 当你这样做那个人一定会改 No guarantee 有可能他做得更恶 那这个社会会不会罪恶更加被欺负啊 这个十三章我会讲到 这个今天先停到这 但是这里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 即使恶人他暂时不会悔改 但是你要相信神他最终会有公义的审判 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很想 把这个right or wrong 就是我们想要纠正这个错误 想这个公义现在 在我的手下 在现在这个时刻就得到纠正 如果你超过三十岁的话 你会发现这不是事实 如果你到六十岁的话 你还没有发现 那就太遗憾了 你会发现通常这不是事实 有的时候这就是让我们 神对我们的护照 要忍耐等候神公义的审判 为什么会有最后的审判 因为神忍耐的时候 祂为了给人机会 给待让人有机会悔改 不仅是给我们机会 也是给那些我们的敌人 那些恶人 这个是当我们去见证的同时 也是给他们机会 同时当我们拥抱十字架 接受这种痛苦 其实也从十字架得到力量 这是表示我们开始 去体会天父的心肠 因为美善的上帝 是要祝福万人 也是审判万人 因为神绝不喜悦恶人死亡 却喜悦恶人离开 他所行的得以存活 主耶稣也是 他不愿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也只有体会天父心肠的 你才能说你是天父的儿女 也只有你去遵行救主的呼召的 你才能说你是主的门徒 不是说我只是认同一些 圣经的doctrine 一些教义 我能把福音的内容背出来 我就是一个基督徒 我就是神的儿女 No 当你的信心是一定是有行为的 是活出来的 我们的信仰不是说出来的 是活出来的 是见证出来的 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不信的世界 甚至常常是敌对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呢 有四种模式 回到前面一个slide 第一种模式就是相容 就是完全放弃你的道德 你的真理观 完全跟这个世界一致 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一定会喜欢你 这个世界会爱你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逃避 因为你发现这个世界太邪恶了 我们要顿时隐居 与这个世界出离 确实在教会历史上 也有一些基督徒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比方说阿弥士人 他们就选择 完全跟这个社会是隔绝的 当然还有一种 就是跟这个世界来对抗 征战 这个世界如果这样骂我 那我就以辱骂还世界 如果他对基督徒这样 那基督徒一定要加倍地报复 这是一种征战的模式 但是有没有第四种可能呢 感谢神是有的 也是保罗对我们的呼召 讲到了和睦 如果可行的话 要尽量与这个世界和睦相处 我们既不能放弃真理道德的标准 完全融入世界 也不应脱离这个世界 来远离这个世界 去建立与世隔绝的一个 所谓的Christendom 基督徒的社区 当然与这个世界为敌 你会发现 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遵行 你神给我们的呼召和诫命 而是要尽力地与这个世人和睦 它的目的不是说 让我们可以过得好一点 它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福音的御功 为了给福音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那有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提醒 怎么来跟这个世界和睦相处 在态度上 第一个在态度上是谦卑待人 不志气高大 这个刚才讲到跟基督徒一样的 这个不仅是对基督徒 还是非求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谦卑待人 第二个呢 是在行动上 众人以为美的 要留心去做 第三个 就是在什么样的场合 欲喜乐的同喜乐 与哀哭的同哀哭 谦卑的态度 是我们基督徒对所有人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是同志一志的 这其实也是特别提醒我们 这个中文翻译成什么呢 要辅救卑微的人 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 要去特别去关注那些 处在边缘当中的 那些卑微光景当中的人 因为在这个社会的阶梯当 social ladder的话 人们都很愿意去结交 有权有势 对自己的前途 有发展有注意的人 可是这里面 保罗却呼召我们 要去关怀那些贫穷的 在苦难当中的 没有社会地位的弱势群体 要特别去帮助那些 他没有能力来回报你的这些人 如果你能够给他一百块钱 他将来能够还你一千块钱 这很好的投资 每个人都想做 可是有的人 你帮助他一百块 他将来一毛钱都还不了你 你还愿意做吗 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 他说他是孤儿寡妇 寄居者的神 真言书十九篇 十七节说 怜悯穷人的就是借贷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 耶和华必偿还 我们基督徒被呼召 不只是利益的交换 我们被呼召 你要去帮助那些 根本就没有能力回报你 或者是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神知道 神看见 神偿还 第三就是行众人以为美的事 即便大家的信仰不同 大家的社会 证件 很多方面都不一致 但是 你还是能够找到common ground 有些共同之处 有些哪些是 大家都以为美的 这个时候 我们基督徒教会要特别地留心去做 我们现在是宣教乐 听到我们教会 很多人在帮助一些难民 你知道在美国 很多人都认为 它是一个很有需要的 看到同工们在积极地帮助这些 出来乍到 没有任何的资源 语言不通 很多的生活技能 都不知道怎么在新的环境中来用 难民事工 像这个Morning Star 照护社会边缘的人群 包括我们的Youth 去参加Feed My Starving Children 帮助那些饥饿的儿童 还有我们教会也在参与的 Balling Brook Christian Clinic Service 一些医疗的事工 包括在疫情当中去很多的捐赠 而这些 不管是基督徒 非基督徒 穆斯林 或者犹太人 甚至不信的 他们都认为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我们教会 我们基督徒 要特别留心去做的 因为当你去做的时候 大家都看得见 那不信的邻居 他看到基督徒的这种 见证的时候 他就会更加容易打开他的心 就更加更新他们 对这个基督徒的这种观感 他有可能就有机会来认识神 同时我们也要在 在一些特别的场合当中 有好的见证 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在我们的社区 在我们Naperview 发生一些 有的时候是一些 很庆祝的一些事情 有的时候是一些 惨剧 那我们基督徒该如何去参与 特别是作为华人教会 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 就是说让我们的邻社 特别跟我们不信的邻居 知道基督徒不是只是聚在一块 你是愿意走进他们 在他们喜乐的时候 你愿意与他们同哀哭 在他们哀哭的时候 你愿意与他们同哀哭 我记得去年 有一个我们社区当中 蛮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他过世了 当时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 正好是在他朋友 他就说怎么帮他 举办一个葬礼 我就告诉他怎么做 所以后来还有 我看到我们教会 好几个弟兄姊妹 都跟那个人认识的 他们就一起帮他 做一个葬礼 他就问我 他说张牧师 你可不可以 也去在这个葬礼当中 有些服侍 我之前的想法还挺狭隘的 我觉得我只应该服侍教会 服侍基督徒 我说他也不信主 后来就神就肯为我说 要与爱哭的人同爱哭 我后来 其实我手头工作很多的 但是我就把其他的推掉 我说 我至少可以给他们 一起爱哭的家属 给他们一起爱哭 为他们祷告 陪伴他们 因为发现 其实我们教会 要借助一些特别的 这样的event 来去服侍这些人 前一段时间正好 我们Naperview的那个市长 Scott正好有一些事 他联系到我 我就跟他有一些交流 当时我就特别地告诉他说 那个时候他刚当选市长 我说特别地来恭喜你 我说我们也会为你祷告 我们希望你能够 为我们的社区谋福利 行在行公益 好怜悯 我说我们会为你祷告的 我不知道他的信仰 但是我知道我作为一个牧师 在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教会 我们是愿意 来在这些事情上 来去参与 来去活出 我们基督徒的见证 尽管他很多方面 根本不见得是一致 但是我们应当 有选择性地 有智慧地去参与 在各种的场合当中 来为我们的神做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了 真实之爱 我们一方面通过了 真爱的七种颜色 来去思考 真爱所不可或缺的特质 同时我们也一起查考 神对我们这种真爱的呼召 其实是越过了教会的界限 要去关注教会以外 不信者 与我们很不一样的 甚至敌对者 把我们的爱 也向他们来表明 最后我们再提醒一下 这个爱是天父的心肠 这个爱它是十字架的形状 而这个爱是需要圣灵工作 这个爱不仅把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里面 这个爱也借着圣灵 借着我们流淌出去 我们一起祷告 慈悲的天父 帮助你的教会 来与体贴你那怜悯的心肠 你已经借着救主的牺牲 向我们表明何为爱 也正是因为救主的爱 圣灵将 神的爱灌在我们心中 求你再次眺望 我们的信心 点燃我们的爱火 我们重新向主为生 主啊我们承认在这个世代 爱并不容易 因为您也说 在末世的时候 人的爱心会冷淡 但是神的百姓 因着有圣灵 反而更是让我们的爱火激荡 来将主的爱带到这个冰冷 敌对分裂的世界当中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神的百姓